文章来源 南方周末 近日 北京邮电大学15名研究生联名举报导师存在失德失分问题 举报材料里一处细节引人关注 导师指令两名研究生帮自己读初中的女儿做科创比赛项目 结果并未获奖 研究生被指责连初中的事情都做不好 连研究生都搞不定的初中比赛究竟是什么 举报材料显示 该比赛名为第24届海淀区中小学生金鹏科技论坛 小学一年级至高三的学生均可参加 上一届北京市初中组获奖名单显示 部分学生的研究项目较为高端 如利用天文图像 搜寻小行星 诊断早期肺癌 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研究 以及无人驾驶领域的探索 中小学科创比赛并不罕见 2022年由教育部认定的全国性科创比赛有23个 有网友认为 一些科创比赛的研究项目远超中小学生的认知水平 不排除背后有父母以隐蔽方式替孩子打比赛 这类比赛被调侃为代理人战争 其真实性与公平性受到质疑 4月17日上午 北京市中小学生金鹏科技论坛 以下简称金鹏论坛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 真正的试赛一等奖 不是网上流传的那些 我觉得90%以上是非常接地气的小项目 公众觉得题目很高大上 就把它等同于研究论文的高大上 其实项目本身是基于学生自身认知水平的 成绩是否影响升学 金鹏论坛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 每年举办一届 至今已办24届 学生参赛项目可分为三大类 分别为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发明创造 据第24届金鹏论坛活动方案介绍 创办金鹏论坛的目的是 为学生提供一个参加科技实践活动的平台 引导学生在求实 体验 探索 创新的科技实践中成长 根据教育部所出台的政策 所有竞赛成绩 不与任何升学挂钩 这明确打印在我们的获奖证书上面 上述组委会负责人表示 虽然政策规定 不得将竞赛结果 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的依据 及高考加分项目 但有的学校 仍将其与自主招生等挂钩 一位不愿据名的金鹏论坛评委 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近两年参加该项赛事的学生人数 明显增多 其背后原因 除了国家教育政策 对中小学科创工作有所倾斜 也与不少学校设立科技特长生 招生名额有关 查询人大副中 北京101中学等的招生简章 获得金鹏论坛奖项 被列为报名条件之一 这会加剧学生和家长 功力地对待这样的竞赛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炳奇分析 对于学生来说 不需要研究高大上的科研项目 也不需要攻克难题 而是要考察学生是否积极参与 其中有多少自己的创新思维 这与金鹏论坛组委会的宗旨不谋而合 组委会多次强调 参评项目必须由学生独立完成 学生应自己选题 自己设计 自己研究 自己撰写 如有剽窃 抄袭他人研究成果 或其他学术不端情况 一律不与参评 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 明显高出中小学生水平的参赛项目并不少见 北京一家竞赛培训机构工作人员称 历届的作品 水平基本上都是大学的毕业论文 或者研究生的研究项目了 这种情况很普遍 华中某985高校教授杜超 华明 常到中小学 开展科普教育 就第23届金鹏论坛试赛获奖名单 他对南方周末记者举例 基于光谱分析的智能远程火灾报警装置 基于PID断序足迹追踪 以及视觉避障所定的生物保护机器人 感叹连成年人都听不懂 对于小学低年级组 1-4年级 一名学生做出的睡眠剥夺 对小鼠记忆和情绪的影响研究 杜超疑惑 动物模型是哪来的 这是很高级的研究 因为它涉及心理 神经等学科 我都做不了 杜超认为 科创比赛是为了激发未成年人的科学兴趣 培养或挖掘未成年人 对科学的创新和想象力 而不是直接照搬成年人的研究套路 不要压苗助长是最好的 此类争论已非第一次发生 2020年 一个小学生研究癌症的获奖项目 让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以下简称清创赛备受争议 该学生研究项目为C10 of 67 在截肢肠癌发生发展中的功能与机智研究 经核查 这名学生是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陈永斌之子 此后 云南省清创赛组委会撤销了该项目省级一等奖 理由为项目研究报告的专业程度超出了作者认知水平和写作能力 项目研究报告不可能由作者本人独立撰写 2018年 武汉大学教授李鸿良的女儿 凭借查多分的抗肿瘤实验研究或青创赛三等奖 也被网友质疑 其中有猫腻 后经武汉科学调查 认为该研究系学生独立完成 认可其成果作品 金鹏论坛组委会负责人说 大部分获奖项目接地器 也有一些走进实验室的项目 公众看题目看不懂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 他就是专注于去研究一个项目的话 这些东西是完全可以在一年或两年的时间里面做出来的 实际上 在质疑真实性之外 另一种争议生便是中小学升学内卷 孩子从小接受某些带有特长加分属性的专业培训 已是许多鸡娃家长的选择路径 成人痕迹 建议淘汰 多名高校 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中小学科创比赛中 家长 老师 培训机构过度参与较为普遍 甚至有资源的父母会直接拿研究生的论文改一改 数上孩子的名就去参赛了 中小学科创比赛 成年人能多大程度参与 熊秉奇认为 科创比赛的过程应全部由学生自己完成 包括找资料 做实验 父母能够做的 仅是给孩子提供相应的资源 杜超认为 如果有导师指导中小学生项目 不是坏事 但是如何鉴定主要参与者的贡献 确实是难题 作为把关人 金鹏论坛评审委员会 由高校教授 科研院所研究员等科技教育专家组成 北京一位双一流高校教授 曾担任该赛事评审专家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如果他在评审过程中 发现项目成人痕迹太重 学生参与度不够 他会将评分打得稍微低一点 北京某著名高校教授 另一位金鹏论坛评委 自称遵循更加严格的标准 尤其是小学和初中的项目 我们明显感觉到 他是一篇硕士或博士论文的话 肯定不会让他进入到下一环节 不管他做的多么规范 相反 做的越规范越说明 不是孩子自己做的 我们就会打上成人痕迹 建议淘汰 对于北游涉事导师的女儿 参加金鹏论坛 却被淘汰一事 在受访的一位评委看来 不排除是项目成人痕迹 太重导致的 前述高校教授评委介绍 为保证赛事的公正性 金鹏论坛除了提交论文外 还要求学生提交观察日记 研究计划等过程性材料 还有答辩环节 没有答辩 你看不出来 孩子到底水平怎么样 评委也是轮换制 三个评委共同打分取平均分 并非所有项目的成人参与度都高 该评委提到 有位学生的参赛项目是官鸟 他那本官鸟的手册都默边了 那说明孩子经常翻看 还有一个三年级的小孩 好奇火龙国里的黑点是什么 他就取下黑点重了 每天观察 最后也获奖了 该评委称 当前金鹏论坛仍以鼓励为主 获奖项目占比较高 但是一等奖和二等奖 不会超过40% 如果真的不是孩子做的 上一等奖的可能性太小了 评得很慎重 上述组委会相关负责人强调 凡是发现有学术不端行为 予以淘汰处理 同时会反馈给各区教委 通过他们去跟辅导教师 学校沟通 机械上 组委会成立了仲裁委员会 建立了成绩复一制度 通过出评 复评 中评答辩三个环节 对参赛学生是否真正参与 进行层层复合 辅导机构兜底 评委自认评审标准严格 但是市面上针对这类比赛的 辅导手段也较隐蔽 南方周末记者 以家长身份咨询北京两家 提供金棚论坛参赛辅导的机构 一家收费2万元 另一家收费4万元 均提供从选题确定 研究方案 收集资料 实验操作 研究报告 复赛答辩等全过程辅导 此外 淘宝 咸鱼等平台 也有卖家提供个性定制作品等服务 自称专业指导 获奖率高 为了使研究项目更贴合学生生活 在选题开始前 辅导机构会与学生交谈 根据学生的兴趣 以及当下热点话题 推荐一些合适的选题 比如养老 校园暴力 水质检测等 越贴近生活实际 评委就会觉得越真实 一名机构工作人员说 对于一些明显不符合学生年龄的研究 比如关于宇宙 或者治疗癌症的 这些评委一看 就会觉得 有带坐的可能 选题非常重要 我们三分之一的辅导时间 都会用于确定选题 为了提高得奖的概率 该辅导机构 会将往年的获奖作品进行分析 得出哪些类型的作品获奖比较多 选题确定以后 辅导老师会根据选题 制定具体的辅导方案 比如 如何涉及调研问卷 实验如何开展 论文的框架是什么 答辩 怎么预言等 该辅导机构建议 尽量让学生参与进来 如果他一点都不参与 那最后的答辩 肯定是不行的 另一家辅导机构 更为直白 家长只管拍照 留下孩子参与证明 研究过程中 所有的方案 都是我们导师团队出 对于学生在参与过程中 能否吃透该研究项目 一家辅导机构的工作人员直言 我们在里面起到两个作用 一个是主导的作用 另一个是兜底的作用 他解释 如果孩子能参与50% 那剩下的一半就有老师做 如果他只能参与10% 那九成都有老师负责 如果孩子什么都不做的话 我们老师也是能够兜底的 该辅导机构介绍 他们专业课的老师有六七个 此前都带过多届竞赛 甚至有的还做过竞赛评委 另一家辅导机构 师资更为雄厚 宣传手册上提到 有国内顶尖高校的硕士 博士超500人 会根据选题方向匹配师资 如天文类匹配国家天文台 北师大 北大 生命科学匹配清华 北林 北大 中国农大 创造发明匹配北科大 北航 中国科学院 社会科学匹配人大 两个机构均承诺 若第一年不获奖 第二年免费辅导参赛 同时 学生完成的科创项目 还能一搞多投 比如 参加金鹏论坛的项目 也可以同时投青创赛 北京市小院市科技教育活动等比赛 这种东西是很容易鉴别出来的 它辅导机构的模式和套路 非常清晰 金鹏论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可以通过层层评审约束辅导机构对竞赛的干扰 例如中评答辩这一试金时 提问会涉及非常细节的实验操作 如果参赛者没有真正参与或意志半解 将难以逃过评审的火眼金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坛